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的观战,来观战一把S1语情子匠 观战他的时候其实大家,因为我经常会去看他的那个观战 然后学习他怎么去包这些就是大的建筑物 他如何利用一波对吧,丢叉快速的去包一波大的建筑物 然后开始起他的第一波这个追击节奏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就是那个高低差的一个包圈 就比如医院的大房,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机会能看到 这边的话祭司,那应该是再绕一圈 这边收杀拉近距离,好有机会能追一刀 打了个洞,那也没关系 这刀的话因为没有交互点 祭司,我们看鱼女这边怎么包 大家注意这个圈怎么包 绕出来 算了,我还以为他想包一个一二楼 因为我之前见过一次 他是走楼梯然后包了一圈 漂亮,这真的是 走了一圈然后包了个 就是感觉穷着没有办法出圈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这次这一局有没有机会再次见到 这个闪现起了一波大节奏呀 万万没想到对吧 他居然交了个闪现过来打了个震射 本来想的是对吧 他在怎么包怎么包,怎么收叉,怎么划圈 结果,好这边形成一个闭环 前锋拉球 抓 嗯,可惜了这边的话没有角度 不过这边打一刀以后还是能救下来啊 嗯,水器的话斯四 对前锋来讲还好不是很大影响 鱼女的话这边一波收叉要顶鸟了 跟 顶在前面啊,洞仙打掉 一个冲刺拉过来 再一戳,好这边一个收叉,看角度啊怎么收 一个收叉,包了一点点,没包进去 应该是蹭了一点点,没包进去 不过这边一个落地刀应该能打住 没打住吗,没打住 有点难受啊,祭司这边,哎一个错 收叉 86 这波追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 因为这只鸟还是拖了足够多的时间 好再拉一个圈,那这个圈的话应该是直接包死了 这个圈应该是直接包死了,没办法 这个点位已经是百分百倍全部包住的 挂的话,挂地下室吗 挂地下室也行,因为祭司办状态不太好救 然后其他人冲地下室的话,二街鱼女的地下室有进无回的,真的有进无回 你进去就半条血没了,都不用打你,都不用打 这地下室一挂,基本上这个先知就可以不要了 这边顶出来 嗯,两边 我觉得是鱼女的一个小优 因为26还是6起来了 所以鱼女这边的话优势也不是特别大 卖掉以后,前锋如果能跟祭司补一波状态 优兵这边压着,前锋机子补一波状态,还有的咋 还有的咋 只不过就是下一波击倒以后 球者这边的一个救人难度很高 应该是会很有可能会吃一个双倒的 所以说这边机子一定要够,外面的话三台遗产 机子理论上面来讲呢,差的不多 但是鱼女这边,他可以追的,好,这边有水汽 前锋得拉球 这边的话,鱼女丢叉他就得拉球了 拉球最好进二楼 要不然这边待会一个冲刺直接带走了呀 那这个我相信他也不是故意想要,对吧 从这口子跳下来的,应该不小心跳下来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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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的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包的,包的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水汽是一直在涨的 然后其实你很难看清楚 就是你在一二楼,其实他这个水汽如果连通一二楼以后 你很难看清楚到底自己在不在这个水汽里面 不过还行嘛,这边的话,地压室,那个机子应该是够了 地压室嘛,这波傭兵来救治啊,机子能压好就还行 这边祭司 怎么说 冲一波没冲到 没冲到,但是这边一个收叉还是包了一波出来 这里地压室在,非常的潮湿啊 真的非常非常潮湿,还好前锋有波球,拉出去了,还可以啊 云里的话,拖一个技能cd 机子直接点亮,冲 前锋没有球,没有球 这边,这个位置两块板子要拖足够多的时间 因为祭司是没有贴门的 所以这里,如果这波倒地十秒钟以后 好像还有机会 嗯,这边看一下 门快点开了,快点开了 冲过来 来得及吗 哎呀,来不及 来不及,先把祭司赶走 赶走,这边得挂上 挂上,然后再去传送 应该是一个平局了 门应该点开了 傭兵的门应该也点开了 嗯 还是这波地压室可惜了一点点 没打到东西啊 因为两个人都有卫异能力 对吧,傭兵前锋都有卫异能力 他们都可以冲出去 潮湿归潮湿吧 但是湿气还是不够重啊 好,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